另外呢 鼎心集团旗下的布列的面包 还有呢 德克式炸机 部分产品使用到了问题油品 从今天开始受理退费 除了全额退费之外 还可以加三倍的惩罚性赔偿 还有呢 五百块钱的健康赔偿金 不过呢 因为只限定部分商品 而且呢 还得凭发票还有身份证 所以有民众觉得没有诚意 拿着厚厚一叠发票 全来自布列的面包 谢先生说自己天天来买 但却只限定葱花面包可以退钱 他气得大骂鼎心没诚意 他生产出那么多的蛋糕跟那个面包 只有一样葱花的是有放那种油 其他的一点都没有吗 我不相信 鼎心旗下的布列的面包 今天开放退费 凭葱花面包的发票 现场可以全额退回32元 另外 消保官要求了三倍 等于96元的惩罚性赔偿 还有500元的健康赔偿 全都得等到明年才会另外寄发支票 今天只有脆面包的钱 那个还要等到明年一月 时间拉很长 退费还要分两次 让民众骂声连连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 鼎心旗下的德克式炸机 一大早带着发票来退费的民众 填了一大堆资料后才知道 只有三样商品可以退 我不相信你这个有收水油的东西 下去炸 那其他没有参照收水油 因为你其他东西也是用同一锅油 下去炸 所以应该是你炸的东西 全额退费 退费民众不满表示 以后应该不会再来光顾德克式了 而除了前来退费的民众 这两家店上午都几乎没有 其他的消费者上门 记者林政务省知名台北报道